我現在進入黎明家園銷售中心 請張先生和我們作為這個項目的介紹 我是黎明家園的事業顧問 我姓張的 叫我余德 我和你介紹一下我們黎明家園的一個 在佛山市的一個地鐵規劃圖 綠色的一條已經開通了的港佛線 我們黎明家園項目就在這條港佛線的灰崎路地鐵站上面 灰崎路地鐵站 灰崎路地鐵站距離我們黎明家園 就是900米而已 行路的話就10分鐘到這個灰崎路地鐵站 也是我們地鐵站的一個樓盤 還有一條就是佛山準備今年年底開通的2號線 就是紅色這條 紅色這條是分兩期建設的 一期就在南莊經六島湖到灰崎路做一個緩成 半個小時就可以到廣州南這邊了 半個小時接回香港的高鐵也是很方便的 過來這裡回到樓盤也是很方便的 灰崎路地鐵站也是1號線和2號線 在佛山的一個唯一的緩成站 所以說我們的項目是一個桑地鐵常蓋的項目 它的價值來說就非常之高了 1號線和6號線 1號線和2號線 1號線和2號線的交匯處 交匯處換成站 1號線就是廣佛同城那條線 廣佛線很方便 是啊 如果它開通到2號線之後 在香港過來就很快出去 是啊 兼且1號線和2號線都是接回廣州那邊的 它的價值來說比3號線、4號線更加高的 是的 同時你們都看到 閃城這個板塊裏面 是地鐵線路 無論是目前已經開通了 以及以後規劃的 線路是最密集的 暫點也是最多的 所以說這個遍區的價值是最高的 對比起其他比如南海和純德 這個價值是最高的 它的暫點是最多的 因為你也說了 李嘉誠也會說了 買房子都是三個重要因素 都是地段、地段、地段 所以我們這裏地段 說這個還是地段 是的 沒錯 這邊就是介紹了我們的地鐵線路 這邊可以說說我們的區位 這裏很明細的區位 是的 我們黎明家園項目 就位於閃城區的一個中心城區 和佛山新城的一個交回板塊 這個交回板塊 也是整個閃城政府未來規劃的一條 以東平河為主的一河兩岸打造 好像相當於廣州的珠江那些椰喉 這條東平河的椰喉 就從石灣一路到三龍灣這邊 對 將來都有椰喉 對 就好像珠江椰喉那些 所以這邊的價值也是非常之高 我們黎明家園就位於這條 奮江南路和灰奇路的交回處 奮江南路也是佛山市 閃城區的一個南北走向的主幹道 它往北走可以去到灰奇路 去到桂華路 去到祖廟這邊 這邊求成區有很多食物 我南走可以經過這條東平隧道 可以去到佛山新城 佛山新城就是佛山市政府 投資了千億打造一個新城項目 這邊就非常之多的市政項目 有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 還有一個世紀聯合中心的 包括香港藝人的張學友 還有赤新、楊千華 演唱會那些 是的 都來這邊舉行演唱會 所以到時候他們來這邊舉行演唱會 在這裡過來演唱會 都是20分鐘的車程 十分之方便 交通方面你也說過了 現在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項目周邊的商業 還是我們的醫療 還有我們民生所需要的食物 醫食住客 沒錯 購物也是很方便的 在我們步行的站 剛才也在地鐵那邊說到 走到灰奇路這個地鐵站 有一個新DNA購物中心 即是新福港的項目 是你們香港開發商 新福港開發的 打造的一個大型商場 那個很大的 正正地鐵口 正正地鐵口 上蓋的一個項目 我們來地鐵口也很近 是的 你步行過去都可以 去喝早茶 十分百分钟 是的 這裏是細博 還有一個細博廣場 這裏都是地鐵上蓋的 這個可以去到喝早茶 還有一個 如果你想吃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小食 可以在這裏坐地鐵 喝完茶再去吃個小食 就可以去到桂華園那邊 桂華園那邊 桂華園那邊 還有祖廟那邊 都有很多東西吃的 包括領南新天地 這邊有一個創意產業園 創意產業園那一步 走過去都是20分鐘 創意產業園 創意產業園 是的 有一個創意產業園 還有一個黃虎井 黃虎井購物中心 就是我們整個佛山市最大 還有最多奢侈品買的商場 都是今年可業的 走高檔路市 走至廣州那邊 太古匯那些 問一下醫療方面 因為都比較重視這件事 醫療方面 距離我們河木 往南行的700米 就是一個佛山市第三人民醫院 佛山市第三人民醫院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開車過去 20分鐘就可以去到 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這個第一人民醫院 就是整個佛山市 最好的一個三甲醫院 所以它的醫療是最好的 這個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基本上在佛山、南海 順德些人都是往著這個 是的 這邊的醫療是最好的 是的 沒錯 那你說讀書方面 因為這邊是蘭蛇街道的 他讀書就是讀蘭蛇小學 和蘭蛇中學的 這兩所都是公立學校 他們享受九年義務教育 可以讀這邊的小學 小學和中學 都是省一級的CG 基本上來講 我們這個項目 在我們城深裏面 學校都很完善 是的 無論醫療、學校和購物、醫食罪 我們看到的 那個蟬城區的 政府行政服務大廳 都是在這附近的 是的 行政服務中心 我們項目步行過去 大概十分鐘 在那個位置 你扮出入境 扮護照 還有扮房產過戶 戶口 那些問題 都可以去到這個行政服務中心辦理 是很方便的 因為 據我所了解 很多都是 靠近我們的行政服務中心的樓庫 升值程度都比較高 是的 升幅會比較大 因為也是很方便的 這個服務中心 那麼街市呢 街市有沒有 街市的話 這裡我們周邊有三個菜市場 包括我們項目的東門 因為我們項目是位於這個 泥沖村的 就有一個泥沖村市場 這個泥沖常村那邊 也有一個菜肉市場 是的 我現在想到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 就在路口有一個很大的街市 是的 沒錯 那細博廣場 也有超市 超級市場 那邊那邊就會多樣化一點 柴米油鹽都可以買了 即是你想買農家菜的 有入籤市買的 是的 基本上都齊了 你說比買海鮮的那些都有 沒錯 那我們的區位大致上都可以了 是的 那我和你介紹一下我們的項目 好嗎 這邊就是我們的項目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售樓部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在二號樓住宅樓下這個位置 這條對出的就是黎明路 對面這個就是細博廣場 這個項目就比較老 有十幾十年的小區 所以這邊的配套都是十分完善的 這條就是粉光藍路 剛才我們都說到 粉光藍路就是佛山蟬城區中心的一個主幹道 南北的 那邊就是粉光路 那邊就是黎明路 是的 這條是黎明路 我們現在在售的是哪棟樓 我們現在在售的住宅就是樓上的二號樓 二號樓它總高是25層的 總高25層 兩梯四戶設計 比較舒適一點 面積大概是幾大 面積段有兩個 就是111方的南向三房 北向是94方 都是三房 94和111 94是北向 北向是望西博街園 南向是望泥松村的自建房 現在的住宅是燃樓還是什麼 不是燃樓 都是棋房 都是棋房 好像沒什麼貨了 是的 住宅的話就沒什麼貨了 只剩下一些高層 你說性價比高一點的低層就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們這裡都比較好賣 上到我們現在的實地養板房 這些就是交付標準 這邊就是公共區域 這兩架就是電梯 那兩戶是北向94方 這兩戶就是南向111方 這邊是交付標準 這邊就是入門 這個門也是交付標準 你可以看到 軍價價是一萬九到兩萬 就是當去兩萬 對 當去兩萬 因為有些 樓層坐向不同 沒錯 南向相對於北向來說會貴一點 那公寓呢 公寓是哪個 公寓呢 我們現在賣的就是這個三座的公寓 三座的總高是28層的 28層 它是兩梯三戶的設計 最小的就是92方的三房 還有兩個面積 還有一個是169的 169的四房 還有177的四房 這些就相當於是大平層 這些好像住宅一樣 是的 可以名火的 我們這些公寓可以名火 都沒有什麼人會住到40年 都是住10多年門樓的 就算你下手接下來 你那個 將來的保地價也有限 是的 保地價也是很少的 始終客戶都會考慮到這個 我覺得 對 也是無批加負的 可以選擇無批 也可以選擇 加1500元的一個裝修標準 裝修標準跟我們的樣板房 是否一樣的 不一樣 我們另外設有一個98方的裝修標準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哦 就是1500元一個平方 是的 明白 那它就 那個裝修標準 就等下上養板房 再和你介紹 好的 那趁在這裏 問一下一個問題 那現在公寓呢 大概是多少 公寓的話 如果是無批的話 就一萬左右 一萬左右 是的 那 膠樓時間是什麼時候 膠樓呢 它是分開膠樓的 那住宅的膠樓時間 是2023年的3月31號之前 2023年3月31號之前 31號之前 那住宅公寓呢 就是2023年的12月31號之前 哦 都是2023年 一個是3月31號 一個是12月31號 是的 哦 都是那一段 是的 那就相差9個月左右 明白 一般的話 以目前的施工鎮度來說 都會提前交樓 是的 這件事我理解 因為北景來說 發展商都會留一點時間 給自己責任 是的 沒錯 OKOK 那周邊情況都是這樣 嗯 沒錯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去看看 我們裡面的養板房 可以 住宅掛就這邊 我們的養板間 這些是 這個門櫃也是交付的門 這邊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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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了一個屏風 這邊就是一個餐廳為止 餐廳進去就是一個一字形的廚房 來的 這個廚房都夠大 還有一個放冰箱的位置 廚房出去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可以讓你擺洗衣機 量一下衣服 廚房 廚房 餐廳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客廳 這個客廳的開間 就有四咪的開間 客廳出去就是我們的主陽台 主陽台的朝向就是南向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採光都是非常光猛的 這邊就是三間房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客廳改成的一個茶室 這個房都有十二個房 所以是比較大的 這邊就是一個公共衛生間的位置 這個就是全陽的一個兒童房 我們左手邊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它都是朝南設計的 好,看完111房之後 就看我們這個北向的94房這個餐廳房 來看看 日本呢 這裡就是一個餐廳 餐廳它就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相對於那個南向來說可能會大些 因為它的冰箱位置擺出了廳的位置 和111房那個一樣 都是有一個生活陽台 左手邊就是客廳 客廳的話這個開間都不算窄 都有三米八的 相對於111房那個就可能會短些少 那廳出去就是我們的主陽台 主陽台的話這個是朝北的 北向的主陽台來的 廳進去的話也是三間房的 這間就是兒童房改成的一個書房 這個就是一個左手邊的公共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是大飄窗的 飄窗是贈送的面積 這邊就有兩間房 這間是其中一間客房 這邊就是一個大衛生間的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都是朝南向的 這邊來到我們公寓的樣板間 你可以看到是兩梯三戶的 這兩個就是電梯來的 這些就是公共區域都是交付標準 我們出了公共區域 入門就看到這間是169房的四房 169進來 它是一個房間改成的一個書房 這邊還有兩間房 這間就是南向朝向的一個客房 它左手邊走入到最裡面 就是一個大衛生間的主套 這個就是主人房 這邊走回到這邊 這邊因為它是一個 動靜分明的分區 左手邊就是靜區 這邊就是動區 客廳和餐廳和廚房都是在這邊 這邊是餐廳 餐廳裡面有一個U型的廚房 廚房出去就有一個洗衣房的操作台 這裡有一個洗衣房 可以在這邊浪一下衣服 餐廳這邊還有一個老人房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177房 都是一個四房的大平層 入門的右手邊就是有一個優型的廚房 這個廚房都比較大的 同時可以三四個人操作都沒有問題 廚房之外還有一個書房 這邊兩班間都是比較多的書房 入門的左手邊就是餐廳 這個就是餐廳 可以用納六到八個人的聚餐 餐廳走進來 右手邊就是一個五米開間的大客廳 客廳旁邊還有一個茶室的位置 方便你和親戚朋友一邊喝茶一邊看電視 客廳裡面就是三間房 這裡就是一個公共衛生間 右手邊就是一間兒童房 這間雖然說是兒童房 但是它也不小 都有十二個房 這間大朝向大彩光的一間老人房 這間老人房基本上有十五個房 非常之寬 最入面這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大有一個衣帽間和衛生間 最後一間比較細積少少的三房 就是九十二房的一個公寓這邊 入門就有一個整成的櫃 比較方便放鎖匙和車廁 和餐邊櫃連成一體 進來這邊就是一個餐廳 餐廳的左手邊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到時因為它是毛皮膠符 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來設計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客廳 這個客廳我都有五米的一個開間 客廳進去也是三間房 左手邊就是我們一個公共衛生間 右手邊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客房 這邊還有兩間房 這個就是一個塔塔米組成的兒童房 這邊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這邊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我帶一個梳裝櫃 和這邊的床 剛才張先生跟我們介紹過 我們這個項目的區位情況 和我們交通情況 以及帶到我們看到我們的樣板間 現在我們在這個環節上 再請張先生和我們 大家可以一起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好的 我們黎明家園這個項目 就是位於仙城市 灰崎路 灰崎路是一個地鐵站 是一個一號線和二號線的換成站 所以這邊交通 無論你是去廣州還是去廣州南 去香港都是很方便的 周邊的一個配套也是十分成熟的 無論你到街市買菜也好 你想找一間商場購物也好 喝茶也好 出行都是很方便的 你說喝茶這方面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這個問題 廣東人比較 民意食為天 尤其是喝早茶那些 都是我們基本上的生活 基礎設施就是 這裏也好方便的 對我們的飲食那裏 尤其是有些嶺南特色那些 好像你說 去我們佛山祖廟那裏 那裏 那裏一個嶺南新天地更加多 沒錯 還有去文華里食街 其實我們都是廣線地鐵 如果遲些三毫線開通 可能你可以去到順德那邊 順德那些廚出奉承 去那邊找那些 可能私房菜還有東西 還有農莊那方面 因為我曾經在佛山的地區 有些客人買了 都是香港上來的 都是因為有近佛山有近廣州 所以他也是比較喜歡吃 還有他自己去做的一個人 他對這個地方都是比較喜福 佛山市來說 都是比較包容性很強的一個城市 非常之歡迎 中國不同地方的客人過來定居 還有一件事其實很關鍵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我做了這麼多旗 在佛山那裏 基本上這裏的地方 那個語言都是跟我們很親民的 都是說廣州話的 又不像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很多是說國語的 沒錯 所以這個城市又很適合我們在這裏 養老或者投資 沒錯 非常之親切 同聲同氣 沒錯 沒錯 這件事可能有些人 就不太留意 因為很多都會認為 在大陸很多都會說國語 單單佛山就不是了 無論你在街市或酒樓 點東西吃都好 你用廣州話說完全可以行得通 沒錯 完全沒有問題 是的 我們在這裏其實在香港過來 是很方便的 嗯 香港 先去到廣州南 你們坐那個 在西九過到廣州南 都是45分鐘 是的 45分鐘 廣州南過到這個 福氣流地鐵站就半個小時 是的 可能甚至方便過你自己開車 坐這些公共那些 當然是方便自己開車 我都說可以的情況下 公共交通 我們可以坐公共交通 沒錯 況且這個重要是軌道交通 軌道交通 絕對不失車 是的 不失車還會準點 是的 是的 你可以自己去因時間 沒錯 不會失車 預計不到 這件事基本上是排除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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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 除了我們現在的生活 便捷 以及配套比較完善 我們現在說一下 比較正題一點 嗯 購訪方面 是的 我們在購房一方面 政府對我們這片來講 有沒有什麼政策的要求 我們大灣區九市來講 對於香港人或者澳門人那邊 是比較寬容一點的政策 如果你在大灣區九市內 現在是無購房紀錄 以香港人的身份 可以直接在我們這個限購區域 是購買一套的 嗯 你現在所說購買一套的是住宅 是的 沒錯 是住宅 公寓是不限購的 嗯 公寓你無論在哪個城市好 都可以買公寓的 嗯 其實現在我覺得 政策應該是放鬆了 是的 沒錯 以前呢 在我印象中 以前是 過來佛山買房 是限購的 即是住宅 現在已經是放鬆了 可以買一套 是的 OK 那付款那方面呢 付款方式的話 我們一般是7天內 就給了首期的了 那你下訂的話 就可以在乎你的手頭上的資金 你可以先下住5萬元 或者10萬元的訂金 那7天之內就要補完 如果住宅的首期 就是30% 公寓來講 就要50%的首期了 7天之內補完 其實公寓來講 香港也是一次性付款 對 如果你一次性付款的話 我們這邊 相對於按揭的折扣 更加多些 可能更加優惠 因為公寓通常 國內那些又可以給50% 港客那些通常都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話會優惠更多 是的 還有呢 貸款方面有沒有呢 貸款方面呢 如果住宅的話 主要是做兩家銀行的 一家是農行 一家是現行的 都是國內銀行 是的 都是國內銀行 可能息口會比香港那些高一點 我想應該不是高一點 可能高一半 對於你來香港來說 所以香港那些離職 我們這邊比較羨慕 是的 沒錯 當然了 如果一次性付款更加好 是的 沒錯 如果一次性 很優惠 正式優惠那些 自己可以自家私 裝修什麼都知道 沒錯 你省息的 起碼有多脾氣 是的 現在我們看到 這裡是很特別的 基本上來講 很多公寓 它都是 只能夠是 使用電的 不可以通氣 但是這裡已經是 完善了 有天然氣的 還有呢 你看到我們很大的露台都有的 那麼水電那方面呢 是怎樣收費呢 水電那方面呢 就是你拿了防彈證之後 你可以去那個行政服務 中心 申請 改為民用水電的 這個都可以 是的 可以的 即是跟住宅沒有什麼區別 是的 沒錯 只不過就是可能 那個 年限有些不同 是的 年限它其實到了40年之後 都是補那個地價 那就OK的 可能 相對於住宅來講 還會優惠 因為他們 住宅來講 它拿地會比公余貴 所以它後期補的地價可能 住宅更貴 是的 據我所知 補的地價其實很少 而且你幾年之後 是不是 是的 我覺得補的地價其實不算什麼 關鍵就是我們大家住得舒服 沒錯 交通比較方便 而且最關鍵的一件事 公寓和住宅 價錢幾乎是一半 是的 相差一半 所以即使40年之後 我補過少許地價也好 其實在前一段 已經是賺了大一段 沒錯 相當於一倍 你投入成本少了 是的 大家今天都聽到張先生和我們介紹得很詳細 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們這個區位 我們交通和配套設施都很了解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意我們的二線電話